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机场环雅贵宾室工作的部分员工 是也放弃了无薪假 不过却有员工出面指控公司 说不但企图逼走他们 而且明明放了无薪假 却还是跟交通部拿了纾困补助 就有立委质疑说 公司如果放员工无薪假 那怎么能够再跟交通部来申请纾困补助呢 交通部回应了 说如果公司确实让员工减班来休息的话 就不会再给予纾困的补助 而另外劳动部也表示说 公司如果强迫劳工提前要放弃权益 或者是要来调动职位 那么会介入处理 超大沙发现做美食 桃园机场的环雅贵宾室 提供搭机民众舒适享受 但疫情爆发后人潮锐减 在贵宾室工作的部分员工 更面临被逼退的命运 我们有实施简单休息 七月的时候就开始有评分评比 然后就开始有寄过 不要让那些在职的人在加害 八名劳工指控公司 要他们四月开始就减班休息 放入薪假 但公司却还去申请交通部的纾困补助 甚至有人被寄过调职 资遣费可能也没有着落 这个公司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要不要继续去补助他 他有减班休息的状况 所以目前我们这边正在审查当中 我们会根据我们纾困振兴办法的规定 如果不符合我们这个规定的话 我们会不可以补贴 名单的公布那个部分 确实是不必要到公布的 这不是个案 我们其实跟部会之间都已经有在互相配合 劳动部表示没有办法提供给国会 公司内部的减班休息名单 但是公司如果强迫劳工提前放弃权益 或调动职位就会介入处理 华视新闻罗里云李洪杰台北报道